之前有講過類似的啦 想要寫過啦 其實跟各位講 那幾行程式都可以當範本 首先當然記得如果要存檔的話 還記得吧 我們只有寫了三行程式 那三行程式應該不難記啦 有沒有發現 他其實 需要先做什麼 先開一個檔給他 而且這一行你會發現 跟上面的這個好像蠻像的 有沒有這一行跟這一行 幾乎差異性蠻小的 所以你甚至可以直接把它貼過來 然後改哪裡 改他的W 把R R就讀嘛 改成W 然後寫出去的檔名的話 比如說叫ENG底線RPT好了 OK 就這個檔名 那底下的話記得 所以他會先建一個空的檔案 然後呢 後面是W模式 那底下記得喔 我們會需要再加一個F.RISE RISE的話就是寫 那寫出去的話 會需要一個S的一個變數 這個不一定加S啦 可能叫別的名稱都OK 然後呢 最後記得把它CLOSE 所以喔 如果你要存檔 這三行很重要 而且你可以把它當範本 加到最下面 那只是說呢 這個S目前還不存在 那S裡面我希望喔 可以幫我在這個report 這個檔案裡面呢 幫我顯示這些資料 哪些資料呢 不用太多啦 共九位學生 總成績 那不就是這個print裡面的東西嗎 對沒錯 可是print這個地方喔 第一個在這裡 共這個地方 第一個嘛 那這個 總分在這裡 這一個 第二個print 第三 第四 那假如說呢 你如果不是print 因為print的話 只是控制台看到 你是想要把它 存起來的話 那記得喔 你需要產生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的話 就一個自算變數嘛 那習慣上我會在那個 就是你要串接的開始位置 就是輸出結果這邊多一個S 等於空的 那意思就是說呢 有點像是我在這邊宣告啦 因為我產生的這個S的變數 裡面呢 沒有任何放任何東西 反正是空的 那它就產生一個S的一個變數喔 其實 不過你說老師 這行一定是不要寫 你不寫沒關係啦 反正你第一次 你讓它裡面有丟東西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第二個的話 就是把你print的東西 把它直接寫到S裡面去 所以其實這一行我覺得這個不用嘛 直接剛才寫到這裡算了 反正就是直接 你要輸出的時候再丟 那丟的話呢 你就直接把什麼 把print裡面的東西 直接把它複製 那記得喔 複製的時候呢 刮斧的部分不用複製 只要頭跟尾 雙引號到雙引號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呢 丟到哪裡呢 丟到S裡面去 這樣就OK了 那S裡面的話呢 就會先放這一串 共九位學生 就自己 當問題喔 待會兒的話呢 我希望在這個尾巴多一個換行 所以呢 換行print本身有換行 這個是它預設的喔 可是S裡面沒有換行 所以記得喔 如果你要讓它在 這個檔案裡面也換行的話 記得在